不過我們剛剛提到在選股的部分 其實在股市的操作上 大家會看這個景氣燈號 台積院公布了10月份的 製造業景氣燈號 現在是亮出了第4顆的黃藍燈 創下了16個月的新高 我們要請教吳所長 目前整體的製造業 有一半以上的廠商看好 看壞的只有一成 所以景氣真的那麼樂觀嗎 如果說以個別產業來看的話 最看好的就是半導體 應該說不是樂觀 應該說最悲觀的時刻 最悲觀的時刻已經過了 我也不會再有什麼 很悲觀的一個理由 最差就這樣子 最差就這樣 當然我們來看一下 我說實際來看一下 我們自己公布的這一份 那個問卷調查 其實它針對的是廠商 對未來半年的一些景氣的一個看法 所以你實際看一下 它其實在預測未來景氣 當然其實這個訊號 我就講已經連續四個黃藍燈 背後代表很重要的含義就是說 它看起來跟谷底的這種藍燈 已經有段距離了 而且最新的數據 基本上已經來到16個月的新高 所以我說 它大概離13個綠燈的分數 大概也差不到2分 所以我說 它看起來是相對來講 對廠商來講 它對未來是比較有 比較好的一個樂觀的一個預期 好的預期來自於哪些因素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我說我們大概也針對了 這些廠商不同的這些面向 我們來看一下 最主要是經營環境這一塊 它經營環境你發現到 它這個月比上個月才多了很多 這代表什麼意思 廠商的想法是說 我現在看到是過去比如說在疫情之後 大家覺得這種不管是在供應鏈的部分 不管是在物流的部分 它其實整體的環境看起來不太好 那現在都在改善 都在改善的情況之下 它當然最需要的是什麼 如果有需求跟著上來的時候 這時候景氣就跟著來 所以我們意思說現在看起來是整個需求 目前還沒有真正拉起來 所以它比較低的位階 原來需求的部分 所以我意思說 如果那個訊號一出來 很多人在想說 目前看起來都從去年到現在 大家都一直在講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叫什麼 去化庫存 到現在我想還有一些產業 還在去化庫存 但是只要這一些相關的資訊 我慢慢開始說 我庫存差不多像很多 我們來講像半導體業 或是像一些 差不多了 對 差不多 看起來明年景氣 甚至資本書都已經開始掀起布局 所以我說慢慢開始有一些好 那另外一個很重要的 我想大概要特別提醒一次 我們自己在看這個景氣信號 也會去稍微去看一下 它有比重的分布 什麼叫比重的分布 你來看一下 綠燈的分布 大概是這一期裡面 成長得最好 簡單來講說 過去大概綠燈的比重很低 我們特別要講紅燈跟黃燈 就是個別產業 它其實綠燈的好的意思是 轉好的產業慢慢在變多 它從原本這個三個月 大概7.87 這個月到26.79 增加了快兩次 所以我說 因為看起來 看起來黃藍燈的比例 還比較居多 但是我就講了 這個基本就是最差的情況 它其實已經慢慢 這個在遞減 這個在下降 那這個也是一樣 這個也是在下降 所以我說它看起來 已經整體的狀況 已經慢慢在好轉 那這個好轉的時候 我就講 有一些產業 當然就會有很好的機會 藍燈跟黃藍燈是在下降 但是綠燈很明顯 就增加了 對 所以有一些產業 我就講了 這其實整個變化很明顯 所以我說很多人在講 明年是不是真的要那麼樂觀 我說你就算你不會那麼樂觀 但是你不要太悲觀 因為看起來今年就真的是 最糟的時機已經過去了 到底哪一些產業比較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也是我們去發問卷 回來之後調查一個結果 然後我說這個結果 可信還滿高 是因為回卷 大概我們發了1000多分問卷 回卷大概有將近500分 所以其實可信度還滿高 就是你發現到最看好是什麼 半導體 半導體 百分之百看好 沒有看壞的 紅色的部分就是看好 百分之百看好 對 藍色的是看壞 普通中間接在中間是普通 就是看法磁品 你發現半導體沒有一家 回卷沒有一家產商是看壞 那當然這個其實背後有很大 是因為比如說像台積電 這些帶動的效果 當然資本資本後面的很多衛星工廠 也跟著就起來 另外一個更有趣的 除了半導體 我說半導體那不意外 因為我說有太多的這種AI應用需求 有太多的這些 紡織耶 69 對 你發現到另外一個是紡織 很壓抑 說紡織這種傳統的怎麼會這麼好 奧運嗎 對 這是奧運 明年是奧運 是很重要的一個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是什麼 很多像很多現在紡織 不像以前做傳統的紡織 現在都做什麼 機能部 這種高階的 我就講最實際的case 你發現到什麼 你如果去留意最近什麼 臺灣出現一個問題 年薪 他把墨西哥 就是很大的過去那種做牛仔褲的大廠 把墨西哥廠子整個關掉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到 做機能部的其中 有一家像什麼 Lululemon 加拿大的 Lululemon 像什麼 業績是一路往上走 所以我說看起來紡織 他們有一些很大的變化在 這當然就會帶動 他對未來警戒一些預期 那另外一個很重要是電力 電力其實過去 我講因為電力其實大家都在講什麼 因為大家需要什麼 低碳轉型 用綠能轉型 所以他需要很多的這些智慧電話 需要很多的這些儲能專制 你看今年官司上市 比如說像雲報 像有一些宏德能源 或者像一些其他的 這些相關的能源 全部都不管是在貨頭金 或是在這些相關的 整體的業績表現 其實都非常好 我覺得這是特別留意 當然還有一部分 大概有一些普通看好的 這個普通看好 其實簡單 他還是看好的 但是我跟你講 他可能是機器人移速 像鋼鐵跟機械 因為實在太糟了 所以他對面預期 當然會比較樂觀一點 所以面板也擺脫產業 對 就是他們相對來講 就覺得這他的情況 就是今年了 好 剛剛我們提到 在半導體的部分 其實被看好 很重要的原因 是不是因為來自AI 是 這個其實我們講 因為我們剛剛講 半導體 半導體 我說最連結 最深的 就像我講 為什麼那個輝打 NVIDIA 它能夠股價創新高 我講市值都到1.2兆 這以前大家都沒辦法想像 甚至還有外資發報告說 未來最有可能就是 搞不好會走到股完那個 所以我說輝打 就是其中一個 其實重點就是什麼 AI應用機 生成的被導入到人的生活 生成一些產品的技術 那當然為什麼需求 我們可以先來看一下 導入AI應用的目的 到底是什麼 很重要是什麼 因為我希望我的產品 有AI的時候 我可以賣得更好 賣得更多 很多人都想嘗鮮 嘗鮮的時候 我就希望什麼 有AI的需求 那另外一個 四種體是什麼 它可以改善服務的流程 第二塊 改善服務的流程 就是我可以讓我的 這些更有效率 速度更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很多的公司 從一開始完全沒有導入 你發現到什麼 很多開始已經有 有四成以上 已經有把AI初步導入 初步導入的比重很高 對 為什麼要初步 為什麼說這個詞 留意是因為什麼 我初步導入的時候 我接下來是什麼 開始就會買很多AI相關的 產品晶片 這些需求就出來了 所以我說為什麼這麼看 我們看一下幾家 我說我就舉幾個兩家 這個大概是我們在看 很多的這一些新創裡面 比較有機會就像 創新智慧這一家好了 它是國內的一家 設計AI晶片 跟雲端比較有關係 就雲端智慧設備的 這種AI晶片 你看 首加切入七奈米的 支持核心 重點是什麼 它去年的一個 在一個報告的評比 晶片能源效率 全球排名第一 竟然比回答還好 竟然比回答還好 不相信 我跟你講 這是他們自己實際的 這樣的一個報告評估的結果 我說這很不得了 更不要講 我就講 除了這個之外 你看到AI切入到醫療之後 像這家雲像科技 它可以做什麼 骨髓抹片AI自動分辨性 可能這到底在講什麼 不知道 他基本上你去看醫生的時候 常常會照片子 片子通常都是人工這樣去看 很累 用人工判斷 而且常常會有一些失誤 可能會有誤差 對 他現在就是用AI 把它加進去 他可以怎麼做 簡單一講為什麼 AI甚至會比人去看 還要更進行 他去訓練 他大量的這些訓練 他怎麼樣 他可能不見得 會完全跟你講 哪一片那個不好 但至少他可以做一件事情 他可以把高危險的族群 騙子先分出來 雲像科技就在做這個 他把這些分析出來 你就先把這裡面先找 我至少可以縮短時間 我至少可以提高 他的精準的判斷的需求 我想這個是大概是這樣的 所以我就說你從AI 台灣這些新創AI的例子 我們就可以看得到 整體在新創 剛好我們自己 也做了這份調查結果 關不出來 我說台灣的新創未來 很值得期待是因為什麼 因為你發現到全球 我們就講一下 全球的一個新創的一個募資的排名 你發現到什麼 還有他的金額需求 你發現到什麼 他一路基本上 從2021年之後 就開始一路往下走 但是我們自己做調查 在台灣的新創裡面發現到 幾乎都處在一個 相對比較水平的位置 我並沒有跟著全球的趨勢走 為什麼要特別講這個 我就講 為什麼我們說 對明年的景氣相對來講 也不那麼悲觀 是因為在這種AI 或者這種所謂的新創的 整體的這些需求 慢慢在帶動的情況之下 我就講 明年的景氣 可能就會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就慢慢出來 所以不用太過悲觀 好 剛剛吳所長 但我們看到 這是來自於在 台經運的一個調查 那麼在接下來的 這個半年的一個景氣 其實對於半導體的部分 廠商是百分之百都非常的看好 那麼最主要的原因 當然很重要的關鍵 就是來自於在AI 所以我們看到 在AI 在AI 在AI